好 那我們打算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耽誤大家用寶貝的時間 然後就是 我稍微就是大概粗略的介紹一下 整個Fusion Table 那 那個Fusion Table 其實 我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我在台北龍頭 然後 然後 我主要其實更早之前是在 新行 所以我接觸到了 其實 COBO 然後 PLY 這都是很阻擾的 就Main Brand的一些進步 那因為是沒辦法的 工作需要 所以就 就 就學這些程式 那 後來在銀行就是 也是做Walklow 然後Java就是現在工作的用 然後 現在工作因為 就是 要負責把 Main Brand 轉換 那 轉換 所以我就是 還有Main App的話 就是 跟你們這個 短信 也有什麼關係 那 以上是比較 覺得有自信的 那 這是我Email 然後會後如果有 什麼問題 我們再來 調整 所以這邊 因為我們這邊 不是 Google的 Technology 所以我們今天不會講 任何Google的API 也不會講 跟 程式方面 我們純粹就是講 整個Fishing Table的 好處 壞處 然後 再 我利用Fishing Table 來做一個 台灣的 法拍屋的地圖 那 為什麼要 要做一個 那個 用Fishing Table 來做一個 法拍屋地圖 主要也是因為 印第安娜 那 他今天剛好有 我那時候就是認識他 也是在 Google的 那個 然後 他有做一個 法拍屋的地圖 那時候就 問他說 他的那個地圖 可不可以 可以做一個 區域的圈選 因為 對我來講 我有時候認為說 某一些地段的 法拍屋 我覺得很重要 那 那時候就是 警告他在那邊做 對不對 他很 比較忙 那我就 想說 那 就自己來做一個 那我就去 study 這個 稍微幫他 廣告一下 是不是 他那時候做的 那時候 他也是用 Google Map 然後做出一個 一些 然後他有一些 就 可以搜尋 那印第安娜 那他也靠 這個 Edicense 賺不少錢 每個月都固定收入 好 那我繼續回來 所以我後來就是 因為 對我們 對房地產來講 就是地點 就是location location 還是location 所以 我會很在意 即使 即使你是說 大同區 對不對 市民區 可是問題是 那個不是很清楚的 一個分界 那你用區域的話 你可能我 測定 某一個 它可能以後 未來會出根 那如果今天 法拍屋 剛好就在這個 這個 中間 那你是不是 這一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 他不必 你法拍買下來 馬上就 看你 看你 所以 為什麼會 想要 用 就是想要 一個區域圈圈的 然後來做 做到 做到那個 可以 通知我 這個區域有 那後來我就 study google map 這個 API 那 03 好像 兩年前 然後 後來發現 他就有支援 他有 他後來有增加一個 Fusion Table 類 專門 Fusion 用的一個類 如果你有寫過 google map的API 你知道他有一個類 有一個類的 就這邊有一個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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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看到 欸 那我就 刷理一下 反正 覺得 好像還不錯 因為他很快就可以轉換 所以 那 再來 我除了用 就是 真正做好 實際兩分鐘 20 2010的實際做好 做好之後 再接 那個 那個 E-mail E-mail 他可以把 E-mail通知 然後 再 再 放在我的行事裡 E-mail的話 E-mail他就會 欸 我就可以通知 點 欸 就這個 像這個就是我感興趣的區域 他 他 通知我說 欸 這個 你感興趣的區域裡面 有這些 然後 然後 然後形勢力也會幾乎不斷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我們用地圖是看地圖的一個 Geographic Dimension 那你用形勢力的話就算是時間的代理 就是你用不同的維度去看一個資料 所以像這個形勢力 這個對我來講我比較有興趣 然後它直接就可以 你加了 雖然形勢力馬上就變得出來 對啊 那馬上你也可以就直接這樣做 啊這就不用解釋了 那 所以後來又 這些資料後來就是亂丟嘛 丟Google 後來又一個 有開放一些各個縣市的形勢力 把它一直丟 所以 這些都是可以 就是以時間的Dimension來去看這個發派物的資料 所以 這個只有 這是台北縣 新北市 然後這個 台北市 那這個都是 這上面都open的 就是都開放的 那這個只是說 這個 這個是我感興趣的區域 好 那我們看一下Data吧 真正就是現在FoothingTable裡面的 保派物的Data 它就是 它其實跟Esa有一樣 它就是Data 那這些每天都會更新 它就是我選一個Agent 它就是 每天 進食然後去Path的那個 司法院的那個 法派物的 然後就 然後這一個是 現在這個法派物的 然後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是歷史資料 歷史資料就從 那時候 2011年10月就開始收到現在 大概3萬多 那其實這個比數有時候 這就是一個 就是後面會講到這個 FoothingTable這種 類似Nonsequel的一些缺點 OK 那我們就來看看 好 這就是法派物 那我們就去看 就去看 然後這個就是整個 法派物現在全台灣的法派物 但會有遺漏 因為你做地址轉換的時候 有時候一些地址 它可能寫 如附註或怎樣 那你就沒辦法轉一個 轉成一個經歷註 那就沒辦法 或通上 它有一些 好幾個案子 然後想要通散的話就沒辦法 那點這個的話 就會有出現 藍色的 這個就是 過去的那個法派物的 價格 得標價格 好 那現在 像現在 我很care 雙子星 對不對 雙子星 我希望雙子星 以後得標 那雙子星會不會 那邊會有 好的 發展 那我想說我先去卡位 我看看 雙子星那邊有沒有什麼 好的標的 對不對 好 這邊就是台北車站不行 好 這邊 這邊可能 陳德路 後車站 那我看看是不是歷史 他就照片都是從 那個司法院那邊發射下來 那我是存在GAE裡面啦 就是Google App Engine裡面 因為 不行Table它不能存圖片 它只能存 Link Link然後存文字 所以這個都是放在GAE上面 那好 那我這樣看 你覺得這個不錯 好像不錯 那我再看看歷史資料 剛好 同一個地方有一個 歷史資料 剛好 還有哲標 還同 同一個 同一個地址 對 同一個地址 那我們就可以參考一下 說 你要換算一下 是不是 滑不滑得來 那你去投標是不是 這個底價 是不是合適 好 所以這是一個 用Pushing Table來做的一個應用 那 我現在就是 再 Demo一下說 整個動區 像這個是 法白屋 這個 行事裡 就剛剛那個 把所有的台北市的 全部都 丟到那個 那個Google的行事裡 所以 從 2010年就有 所以你有興趣 你也可以不用看地圖 你可以從形勢力這個dimension去看資料 那相對的嘛 你用手機 iPhone也可以啊 iPhone它那個 那個形勢力也是可以連接到 可是它現在 iOS 6 換了 換了地圖了 就不能用階級 所以這也是一個缺點 就是 iPhone原本它可以用階級 好 那我區域先選就是 我用 那個Google的 你自己有 Google帳號 那你登錄進去 它你有登錄之後 它就會 把你的 所有的 區域圈出來 它的區域都是 你的 你自己去畫的 那我稍微 嗯 這些其實就是 我感興趣的 都更的 區域大概 那時候花一點時間 就是把台北市 都更的一個區域都圈出來 所以 我應該有 上百個 那我現在就是 假設我今天對 松山機場好了 有興趣 那我就圈一起來 好 確定 它就圈起來 那你 這個 你這個區域之後 就通知了 你剛剛如果點下去 他就是說 我問你 你要不要 trust他嗎 他之後他就可以 access你的行事 好 那大概就是簡單的 稍微介紹 這個 法派屋 法派屋的 一個 功能 好 那到底 什麼是 Pushing Table Pushing Table 其實就是一個 Wave 化的一個 它有 一個 功能 它其實可以 放資料 那你可以 用很多方式 很多維度來看資料 像 它可以做一些 簡單的資料分析 那 你可以開放給更 其他人 其他人你可以 如果你有開放他 他甚至可以修改 所以 Modicle 對 那 它其實就是一個 Nonsimple 一個Pable 那你就把它看作 它是一個 可視化的 Nonsimple 那也可以 看作是一個 可以做互動的 一個 就是 算是 它不是一個 它 不是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Table 所以它可以有些 無貼的 弱 它會 它會 做一個 那 我們再來看看 現在 Pushing Table 做的一些 我覺得不錯的 應用 這個是 日本 那時候 311 的時候 那 日本的 Honda 跟Google 一起合作 做一個 那時候 跟311 用Pushing Table 來結合 然後 跟地圖 做一個 用篩的 一個分析 就是用篩的一個顯示 那現在資料就沒更新了 因為 就 就這樣 因為已經 已經發生很久了 所以它是 所以這樣的話 像這種路徑 其實 像我們 我們有 讀諾位的朋友 他要做公車的 可以用 就是你間公車 站牌的一些路徑的長度 其實也可以用 不信對我來計 那你用 你又用 可以用 飛機路徑 然後長度 來做一些 公車路徑的交換 也是可以用到的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是 用 Foochintable 來顯示 全球的 報業 那也有 我們台灣的 我們台灣大概就 UDN Apple Apple是那個啦 蘋果 然後還有 自由 自由 他試用 地理的方面來 解釋這些 報業的一些 obligations 你可以做 篩選 看哪一種儀器 像我們是中文的 綠色的 中文就有 綠色的 中文大部分都在 這邊 所以這是顯示這個報色 這是中國日報 這是自由 這個是UDM 再來 那這個是 Online Game 它是PS3的一個 好像是PS3 就是上古簡軸 上古簡軸5的一個遊戲 那它用Fusion Table來去 顯示一些 它是在加工 它在疊它自己 線上遊戲的5層 疊上去之後它再蓋一些資料 它的Fusion Table的資料就是這個 它就記錄它可能 我沒有玩過 它就記錄一些人 可能它們一些種族 那種族可能有一些 它這個是Image域輸導 它就用來做 像這個 這實際上 它圈入來的是剛剛顯示的那個圖片 但是它跟我們的地理 現有的真實的地理 完全沒有關係 只是它就借用這個 Google Map的API 來顯示 所以像這個 這個就是 KML KML它是 一種 KML KML 是一種 XML 然後又來顯示一些 多邊形 然後 還有 直線 曲線 那些都是 像我說有區域圈選 也是 把剛剛圈出來的 轉換成KML 這個 再來 這個就是一個互動性的 人口調查 主要是 根據 根據德州 德州的人口調查 這個好像有得獎 它就是 它就是因為 它可以 它主要是 好的 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這邊可以去 下面的 下面的Event 去推 上面的地圖的一些 解析度 解析度 比較小 這邊都會改變 它就是有 統計人種 白種人 印定安人 荒荒種 雅系 白人 黑人 那就是 用Fusion Table 來去做人工補查 那再來這個就是 去 顯示 那個 紐約 New York City的 那個 一些工程的 進度 那 之前我們好像 我們好像 有那個 Yahoo有辦一群活動 然後也有人類是用 預算 畫一個Block 它這還沒有 地址 它包括Block 它就是監督我們政府說 拿個預算 用比較多錢 用Block 的那個 比例來顯示 這個是 它就甚至用到 地點 你今天 哪些 哪些還沒完工 那哪一些可能 有一些超過預算 或什麼 所以它這也是 可能也是利用 New York City的一些 Open Data來去 做出來的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 海底電纜 整個海底電纜的一個 一個分布圖 對不對 好 那 這應用面大概 大致上講到這邊 就是 其實它可以應用蠻廣 但是大部分都是用在 Geography的這一部分 就是 我們用它用 地理資訊這個 Dimension來去看 因為它很方便 那我們要怎麼去使用 這個 最簡單的就是 你用文字檔 上傳到 所以上傳到 它就可以用 但是 那格式要 要先定義清楚 這後面再會整 再來就是用程式 你程式可以會 它後面就是有 API的定義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程式去 會到 但是它有一些缺點 因為它是 因為它的資料是 登山式的 所以 可能會更新上 它在做Inbase 或是更新上 會有一點慢 所以 不是Royotime的做馬上更新 這個有一點 就是 你到時候使用 或是發電動的狀況 那再來就是說 你可以先 經過一個RTP 先做一個資料的一個 正規化或怎麼樣 有可能像你 不想要丟個資料 而我不想要 重複的資料 那你 我建議就是說 你先做過RTP 用 Relay 就追加進去 然後再追加 然後再追加 這樣可能會 因為畢竟 像 大家可能也 有概念說 然後SYNCLE應該還是 我真正 不在RTP 所以 大致上 是可以這樣應用 那你 你到了 復興Table之後 你就可以看 你要Share出來 跟別人交換資料 或是當一個工業的 Data Wealth 或者是當一個工業的 Data Wealth 然後再來就是 利用這個 保派物的資料 來去分析 用它裡面的 功能 去做分析 像它裡面 就有一個功能 就像這個 Network Web 它這個就是馬上 這是即時的資料 就是 我可以看 我就針對 縣市 在區域 來看說 它這裡有一些權重 權重的話就是 它那個 得標的金額 最後發現 台北市 就大安區 最貴 高雄市 就林亞區 最貴 這些資料 你還可以再 更細 我看要分了幾個 NO 這就是我現在 那法派物上面的資料 那你就可以用分析 分析之後你馬上就可以 用一個 link 然後可以share 出來 再來就是這個 Skater 那 Skater 其實就是一個 曲線而已 那 曲線它有什麼目的 這是 底價跟 得標價 這邊是底價 這邊是得標價 那這有什麼意義 這一點還有這幾點 就有一點奇怪 為什麼它的 得標價格會超過底標 超過那麼多 照樣講 這個就是一個曲線 照樣應該是貼近這個斜線 這樣 那這個就有意思 這個可能後面就有一些 不知名的原因 到底為什麼它 願意用這麼高的價格去標 這就是樣本 這個就是那3萬多筆 我不知道 我忘記是 我忘記幾筆 但是我們就是看 得標 底價 底價跟得標價 的這個 照樣應該是 線性 但是這個超出太多 這個 可能就要 它有它後面的 理由 但我們可能 不是那麼了解 我們只是就資料面來看 對 好 再來 然後再來就是 我就搜尋一段時間 台北市的 那哪一些 區域的得標 就是成交的那個 應該說法派物的量 哪一個最多 我們再往大按鈕 那可能再來就 中山區 這只是看你要怎麼去解釋資料 就是有這些功能 那你要看你要從哪一個面 來去看 然後再來就是 Map 你用Map來看 那這是另外一個table 那我就是稍微用它來展示一下 它Map上面有一些 就是它可以馬上就編輯 馬上就有這些功能 像這個是 這就是KML的一個檔案 那 KML的檔案 那 我馬上就可以看出來說 就是有一些特定區域 那你特定區域 那你特定區域 你有一些可能 可以根據上面的一些資料 然後再做 變更做改變 像 像 顏色 它的顏色都可以根據你某一個 Color來去做改變 像我這個 我想要把它變的顏色 沒有登錄 沒有登錄 不能登錄 好 OK 挺好 還沒變 那 重新設定 那 像它這裡面 你可以克制它自己的 你自己的 那個 圖案的一些 information 那我這邊就是 剛剛那個是Color Color 那個欄位 那我變 剛剛這邊是白色 OK 馬上又變黃色 所以它其實 那些資訊其實都可以透過這邊的設定來去改變 那所以這就是KML檔案 這些資料都是KML的部門 所以其實你可以從很多面來去解釋資料 但是我說實話 它的功能就是很 很低 就是蠻低的 蠻低階的啦 你只能說它是一個 所以它有很多問題 其實它的功能 很多 再來 它的資料格式 尤其是一些特殊格式 像日期 日期有時候 我們 台灣跟那個 西方的用法 不一樣 年月是放前面 日 日 日子和月是放前面 那年是放後面 那我們其方就是放前面 但是你這個時候 如果沒有設定好的話 你在整個做日期的一些排序 或設計 就會有問題 那再來就是 我們要避免多table scan 因為 一樣嘛 你這個資料是分散在各個地方 它可能分散好幾個地方 那你 你用 收挺 規律 下規律可能 等於大小的幾個地方 你先它就是 多table scan 多table scan 那你先它的 所以 沒辦法避免 因為你拿去 用分散去 我覺得 所以 在下那個規律 我覺得很難 所以盡量 就是照它 會建議這個時候 像等於對行 那種 比較大 大小的 都會 再這就是reference 這一個就是 一開始我是最早是看這一個 這個就是講芝加哥 芝加哥好像謀殺案吧 他謀殺案的那個發生地點 然後 他是那時候很早 很早的一個範例 那時候就利用 看了它之後 就拿 就是開始 做 開始做我那個 法派物的主要 但是他 其實他是靜態 他只是 CBS上傳而已 然後再來就 像這 這兩篇Paper就是 介紹 FortunePaper 一個 就是說它是web-based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如何 透過這個 可以互動的一個 Increative的一個MAP 去 去解釋你的資料 再來這就是 一些link 像 這個我就是用利用這些API 這個API來去 來去 排層 然後 P字上傳 然後更新 然後把舊的三角 過期的三角 那這邊就可以有 就是馬上這個就可以 用線上的 然後馬上就可以 體驗過 那當然你要授權 你授權馬上就可以體驗過 授權說 你就 可以用它來管理 你的 那個 雲端硬碟的 那個 它馬上就可以給 一個Label 然後這邊都是 它也是有 支援 支援 追送的 那個 OK 那當然 它有R的 interface 這別人寫的 你可以透過R 然後把 就是 可以把R 你一些資料 丟到它的 那也就當R的一個 Data 就當作一個 暫存的一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 因為我R還不熟 所以我沒有辦法提供 那 最後一個 R 好 那大家有介紹這支援 那 未來我想 這是一個趨勢 就是你今天 日期越來越高 那 可能越來越多人 就會拿這個 之前的那個 支架增速的 黃帆 那那個 他那個 Rial Price 有沒有 他最近蘋果日報 但他的那個 如果他用 不全Table的話 我看他連500塊都 省了 連500塊都省了 有點快 因為 不就是不用錢 他用那個 他用那個 GAE的話 他的query 所有的query都要算 GAE都要算 幾乎的時間 那你這個用不全Table的話 其實都不用管 不然你就 待會 如果有人自己 會用 Chrome 那個Dubug Mode 你就用 Dubug Mode 去看看他那個 Pi9的那個 規律 就知道說 他層次 並沒有寫得很好 因為他一直規律 一直規律 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沒在做 可是他就一直規律 所以 在未來 Open Data 越來越多的話 那 可能 越多人 很簡單嘛 因為你只要 進入Data 你要怎麼進去 所以要一個房間 所以要一個房間 那 我覺得 就是 他還有改進很大的空間 其實那個還 很大改進 但他只是 可能就是一個 暴色的性質 他用來 解析一些 社會電影像 或國家運動 我覺得很方便 那但是 用在DataMine 和 我們天真 等等 應該沒辦法 因為他的 那個 功能 還不太少 好 那就 大概就知道 沒有抓 還有 找不到 OK OK 那 有什麼問題 我沒試過 我看過 幾十萬的 但是 幾十萬的 我不知道 他規律下去的 Performer 是為什麼 沒有試過 我Data目前是 三萬多 就是 歷史 但我有看過 幾十萬多 但是 因為我沒有去 真正去虧他 所以我看過幾多 因為我想 這我倒是 我可能要看一下 黑友可以 知道他上線比較多 基本上 我想應該是很大的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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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下 query 你是 我實際上 我像 我剛剛 我這些其實 它都是 多成一個 那個 SQL 的 query 去 query 所以這些都 不會算在 GAE的 quartal裡面 真正會算 quartal就是 這個 因為這個 這就是 用裡面 GAE的 這些資料 都存在 因為他這個 realtime 沒辦法用 我有測過 Fishing Table 沒辦法跟不上 我這樣 哇 那Fishing Table 還沒更新 對不對 還沒更新 那這沒辦法 這就是 但是這個 就是 Fishing Table 也有好處 它那個 定點 realt 的速度 非常快 那它目前 都沒有超過 那個 我目前都沒有超過 可能 用的太少了 可能用的太少 都沒有超過 對 所以 所有的資料 這些query 的資料 都不算在 GAE的 破壇 你剛剛有看到 那個 K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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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是用 Komi 我不是人家 你說 K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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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用GABA 去寫 另外寫 寫 你就定時 上盤 你自己排成 然後 就把資料寫到 這也跟 這跟GAE沒關係 你也可以透過GAE寫 你也可以透過GAE寫 但是如果你用透過GAE寫 就叫GAE的CPU 那你就要寫 那我用我自己的電腦 排成那個 去算 因為 你用 它的 它那個 也是蠻多元 對 一點 所以 那我自己 我用我自己的電腦 那是一次 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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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缺追過 可能都不缺 對啊 OK 對 對 對 但是 我現在就馬上 馬上曝露缺點 自負缺點 好 這邊 那我點交條件 好 點 不見了 但是實際上 它有DATA 是 它有DATA 但為什麼不見了 好 我點全部 有啊 有 但是 你看喔 台北市有啊 咪咪就有資料 對不對 那我點台北市 欸 不見了 它有一些 這是它規律的問題 這有時候就是 這是你沒有要扛錯 就是 不是 可以 好 之前都OK的啦 但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開始就是這個點叫 我也是側 發現那個 我自己也一模一樣 我的那個下規律都 OK 但是 它就 會有這問題 那 你說那個 就是 就是說 用等於 它有可能它會 走它的音 它還是有電音 但是 如果你 你沒有用手等於的話 像 這邊 像這有下 這是它的條件 那用等於 等於這些 其實還好 但是你看 像 有些文字比對的話 包含什麼 那 這個有些東西 它還是會跑啦 但是 我說實話 你要在一個 你做資料分析 你可能可以等 但是你要做一個網站 你用它的這個 做一個網站 可能 可能會跟那個等於 所以 這是它的缺點 你開放 你如果放在 Wave 你應該說 你要變成一個 Wave的 這個Data 像我這個 法胎屋 就會讓人家看到 這之下就會被人家看到 因為 你要公開 那你就 但是它不會 你可以在裡面設定 它這裡有設的權限 哦 對 這也是啊 然後 你其實可以從 從裡面的那個 從裡面的那個 資訊就可以看得到 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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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我那個 Fusion Table的 IP 所以 其實你看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Fusion Table的編號 是多少 是看得到的 因為沒辦法 你原本就要讓人家 那 你對啊 那你也可以自己做 你自己做完整的 然後你就不要公開 別的上市場 對 也可以不要公開 它沒有一定要自己公開 但是你要變成一個 類似 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你就是透過 對對對 可能要下英文的 因為它 中文的我看好像 可能沒有很多人 你就到它的那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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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到它那個官網那邊就可以看到 其實可以搜尋關鍵字 其實可以搜尋關鍵字 那 現在只是一下子 要找 找不出來 嗯 不知道為什麼它現在變成這個畫面 但是 是這樣一打P 那個搜尋 你打P 我就可以找到 那那index是 是Google建的 那 那 我不能保證說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 這些都API 好 那這個到時候會後再給你 再給我看看 好 好 然後如果有問題還可以再來 再來 再問一下 然後等一下 會休息